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 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居住平台CoinNet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白天比特币一直在30,450左右震荡 昨晚的时候一口气上涨到了30,800 然后又跌到30,500到30,600 这个区间范围之类震荡 通过OBTI一小时爆仓图来看的话 在30,600这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空头 相当于大家涨起来之后就疯狂的开空 是吧 按指标图来看的话 目前比特币的走势在大通道与小通道之下 在看短看跌分割线之上 并且出现了多头排列 应该是一个稳步震荡 慢慢向上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群体群友的晒单啊 DZ的BNB开多赚了93% 他就是通过刚才的指标图来开的单啊 WYN30,900做空 然后30,500平仓 他说空到针尖上很舒服 赚了161% 凯文哥哥COMP开多赚了1402刀 他跟的是CCC 然后BNB开多赚了2091刀 他跟的是Rose TLNV71 DYDX开空 亏了89% ARB开空 亏了51% AV开多赚了163% ARB开多赚了200% DYDX开空 亏了118% 然后WYNETH开空 赚了47% 然后上面这个Catacate 他发的图应该是美股指数啊 小哥 你这右边应该是你的盈利吧 你这很厉害啊 一天可以赚接近4000刀 你这厉害了啊 好 震荡行情 很多人都不好赚钱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能带大家赚钱的KOR2的报单哦 首先来看CCC 他在昨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给了大家一个COMP的多单 说COMP突破前显示负资金费率看涨 然后赶他号 赶他号 差不多就在60.06看多啊 看多看到71.23% 止损的话放在58% 现在COMP的价格是67.25啊 最高的时候涨了68点多 离他指引线指他一点点了 这一单很准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CCC的报单 然后他接着说COMP是一个漂亮的看涨五角星 另一只手 然后他接着晒了一下COMP这个单的利润 然后他说如果上午收盘价低于15分钟蜡烛收盘58.79则关闭 没有关闭啊 相当于是有利润的 然后COMP涨了10% 然后他说想要新的交易吗 他之前报的SOL涨了5% 然后他在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ONT的多单 他说ONT买盘放量 看涨再次买入 他相当于让大家在0.2092去买入 然后看涨的话看到0.24 止损的话放在1.963 然后他接着说较低时间框架突破预警 低时间框架看涨无小心 如COMP 然后他接着说ONT也是负资金费率 多头在这里严格止损 良好的买入量和负资金利率对多头有利 然后他接着给了一个UMA的多单 开单价格是1.61 止盈价格是2.07 止损的话是1.5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币 然后给完这个单之后 UMA马上涨了 涨了1% 然后他接着又给了一个DOT的多单 黑框的话是买入区间 绿色框的话是盈利区间 然后这些红线的话是TP1 TP2 TP3 TP4 开单价格差不多就是4.937到5.269 TP1的话是5.6 TP2的话是6.0 TP3的话是6.5 TP4的话是6.9 大家可以关注参考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下Rose Rose在昨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给了一个BNB的购买设置 差不多就是让大家在242的时候买入 然后止损的话放在230 现在BNB的价格是249 这一单如果在深蓝色区间买入的话 现在是盈利状态 很多小伙伴也跟了这一单 是吧 然后Rose姐又说了一下 他之前给大家COMP的多单的盈利 然后赚了10% 他在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给了一个SOL的买入设置 差不多就在21.92买入 32.57去止盈 18.04去止损 现在SOL的价格是22.0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他接着说 今天刚看到这篇文章 我们在3万 底部在1万5 这篇文章背后总是有意图的 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Rose相当于认为这篇文章别人是给他钱的 然后他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说 关注其他DeFi项目 一旦COMP推动超过15% 其他项目将会更进 其中一个在没有其他信号的情况下上涨 因为Rose的成员是非常聪明和有经验的 Rose姐真会说话 然后他接着说 在币安排名中的账户不是我的 这只是一个会员 好 相当于在币安上有一个Rose姐的会员 把他报的每一单都拿着去跟着 如果大家想看Rose姐的单的话 也可以去收藏一下这个Rose姐的会员的订单 好 然后他接着说 请不要给我留言咨询此事 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说 就像BTC ETH BNB XR比这样的大盘股 是缓慢而无聊的 然后他接着说 BNB收盘小幅获利 关注波动币 然后他接着说COMP涨了15%了 然后他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说 Coinbase将引领比特币价格 然后噢 该死 好 大家可以站您来看一下这张图 然后他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给了一个BCH的短线设置 差不多就是BCH273开空 然后看空到247 止损的话放在289 你看群里群友纷纷给Rose姐点歌点屎 然后他接着说 收盘价SOL为22美元 相当于Rose姐目前的这批订单的话 真正赚到钱的只有COMP和BNB这两个币 大家可以参考关注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书情 他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说 今天凌晨比特币爆拉到31又闪回到30200 当时凌晨都在睡觉31这个没看到 不过大家别着急 咱们依然可以挂单操作 比特币上方是有两个关键阻力的 31000和31500 所以咱们可以到30900附近小仓挂空单 或者更稳点接近31300时做空 然后止损放在31600多一点 止盈在30300 至于是30900还是31300做空 最看你的风险偏好 风险于收益二选一 我选择在30900小仓挂空 在31300较大仓进行做空 小幅涨破31600我就选择止损 在30300附近我会选择止盈 并且我在30300附近也挂了多单 29800下方一点止损 现在比特币依然在箱体内来回吃利润 盈亏比划算 靠着支撑阻力可以试一试 点位会根据盘面随时变化 好 他的观点就是认为比特币在30300一直到31300这个去年范围之内震荡 是吧 大家可以逢高做空 逢低做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观点 好 然后来看一下 Jason 他在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说 嘿 你们好 这是我今天的水平 我即将上传更新视频 然后Jason发了一个图表 他昨天发图表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是30425 上方第一阻力位的边缘是30829 上边缘是31200 相当于昨天确实插了一根针插到30800那个地方去了 是吧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阻力位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点去做空 然后下方的支撑位的话是29989 这个绿色区间范围内 他相当于建议大家在这个范围内去开一个多单 然后止盈止损的话 根据线来 下方阻力位是29400到29688 这个地方CDW线 很多不懂的小伙伴问CDW是什么 CDW是什么意思 是吧 CDW的意思就是鸡喝水的意思 就相当于是鸡低头去喝一口水 然后马上就把头抬起来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大家可以去暂停看一下Jason画的阻力线 其实对我们请的很多老九菜来说 其实看这个阻力线就可以开单了 是吧 好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Jason的观点 好 然后来看一下刘异东 他在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说 马斯克今天发布了Cyberchart陆式照片 离交付越来越近了 这款皮卡的外皮不锈钢 内部采用阿帕奇直升机布局 可带太阳能发动电板和新链接收器 颇有外星探车车的气质 已经预定了191万台 消费者们嗷嗷带车 大饼哈希绿持续攀升到历史最高 挖矿成本来到了38000美金 待明年减半以后 挖矿成本到达7万美金 并不稀奇 好 我不知道看视频的小伙伴有多少去订了特斯拉的皮卡 这个皮卡真的超级帅 我有一个朋友在前年都预定了 这个车真的很不错 外观非常科幻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购买一下 支持一下马斯克 是吧 记得买车的时候留言一下 我们是B圈的小伙伴 让马斯克再喊一喊大饼 好 然后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今天聊一下15476开始走双锯齿的可能性 绿线做W浪 红线做X浪 黑线开始做Y浪 Y浪必须是单锯齿内部结构535 黑线是第一个5标注为YA浪 蓝线是第二个3标注为Y笔浪 需要一个YC浪 Y浪需要到达W浪的0.9倍 及黑色虚线38771.6 相当于的话 柳大一直以来他是一个坚定的比特币的爱好者 从他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到 他是看多的是吧 他认为接下来会走一个像黑色这根线的这么长的一个涨幅 会涨到38771.6去 如果相信柳大这个观点的话 目前开单开空单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止盈止损 因为柳大的观点 目前挖矿的成本都已经到达37000了 是吧 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才3万 相当于挖矿都是亏钱的 然后明天减半之后成本会到7万 比特币这轮上升可以说是势不可挡了 好 然后来看一下科毕多之友金牌分析师M 他在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H1到H4等上下这两条去扫完做反向的单 目标都是支撑阻力而已 都在区间内 下方是29800到30000 29200到29500 上方是31000到313000 315000到318000 这是M给出了几个关键的阻力位哦 大家可以在比特币到达阻力位去开多或者开空哦 注意好止盈止损哦 我认为这几天庄家又在蓄力 等开单的人多了 他又会去杀空头或者多头啊 然后马上应该就会出方向啊 不会像诚哥说的即将暴跌啊 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啊 我认为比特币在明年还会有一轮流逝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风哥 风哥也是空单的观点啊 他让大家在30500去开空 然后止损的话放在31000 止盈的话放在27000哦 为什么这么多空头呢 目前市场有分歧对大家来说都是好的啊 相当于的话 如果慢慢的市场上都形成空头的概念的话 这样下一轮流逝就有希望了是吧 好 然后来看一下炒一般约翰 他在今天早上实现中的时候说 12小时反弹持续中 目前是30分钟归到零轴走反弹 但两小时已有动能不足迹象 所以多单目前我不会参与 后续两小时归零轴 我才会思考是否会进行多单规划 整体K线较明显的支撑压力 是三角收敛上下缘 所以如果要做多做空 还是等K线到上下缘再进行规划 好 然后他画了一张图 昨天提大在视频里也说了他的观点 就是提大目前来说也是看空的 提大的观点跟VVN很相似 他认为会跌下去之后 然后再反弹 但是跌多深的话 他并没有说 下边缘的支撑位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Jason和刚才科比托之友 金牌分析师M的观点 就是那几个点位 差不多3万29500左右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好 然后来看一下提阿菲罗金牌分析师 木头姐 他在昨天11点钟的时候说 ETH图1下方有日线的门 图2盘口日线 POC在附近 他画了两个门 以太网的下方支撑 差不多是在1814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 然后上面的门在1992最上方 然后图2的话 他在下面画了一根线 差不多价格就是1782 好 这是木头姐认为的支撑和阻力区域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来看一下比特币 OPDI一小时的报仓图 刚才我们看完之后 比特币价格现在走上来了 是吧 开始报空头了 走到30900去 会把所有开空的人全报完 往下走的话 走到30500去 会把开多的人全报完 以太坊呢 以太坊走到1900去 会把开空的人全报完 如果下跌的话 跌到1850去 会把所有开多的人全报完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连结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istaken